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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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 被誉为乐剧第三代灵妹妹 为了本次创演 他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 这位嘉宾究竟是谁 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上海乐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 我与乐剧的结缘其实源于我的爷爷 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乐剧电影《红楼梦》 当时这个王文娟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 非常的古典 非常的优雅 从此以后呢 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 剥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 就爱上了乐剧 记得当时是2006年 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 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 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 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 竞争压力也是很大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 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 后来呢 出现一点状况就是 走到最后 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 离开乐剧舞台 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 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 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 也是我的初心所在 特别开心呢 这次接到咱们夕宇宙的邀请 杀 thing 杀 thing Sven 杀 thing you'll chose to draw advantage in the love ofHH 登登 来着 啊 美妹 我是个多彩多彬生啊 你就是那清古清晨的猫 你该死的不生八道 好了好了别演了 继续来 别演了 我刚刚有感觉 太开心了你过来 折我骑谁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 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 正在这个时候 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这意思 张开儿挺挺挺挺 没事没事 我一入五强了 那我的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 但这个时候呢 见了陈凯克导演之后 直接让我去北京 这边是另外一条线 所以我的 红楼梦 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 它就交错了 就断了 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 怎么绕 它也绕不开 当年因为梅兰芳 让我错失了 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细宇宙 又有这样一个缘分 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我们也晒过同光的照片 网友就每次呼声就说很想看我们缘宝袋 大家戏车这是世纪之约 红楼是我的情节 我相信也是李许丹的情节 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 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 天上掉下李妹妹 这个耳熟能像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 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 又有戏曲的元素 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我是第一次扮演乐剧的贾宝玉的形象 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17年了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唱 还要唱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 有很多奇思妙想 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 那份宝袋的爱情的那个美 谢谢观众朋友 明月藏的鲜鲜紫 明月藏的鲜鲜鲜鲜鱼 明月藏的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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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年 三年 等我遇上 孤年省 一番番 青春的心 又四夜 似悄悄 朦夜 缤纷 伤心催 街呀呀 坐着云记 青梦带 多么么 桃花月红 三不归 你色相似 浮于谁 一番番 青春 毕竟 花梦不易 色悄悄 末夜 冰奔 伤雪彻 街呀呀 坐着云记 青梦带 多么么 桃花月红 三不归 你色相似 浮于谁 你色相似 浮于谁 天上 雕下 孤岭 妹妹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余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 来到我们的赏西区 其实在看《相似赋予谁》之前 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 然后开门的一瞬间 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带已经赢了 他们对了几次的调 眼睛里有烟波 有星光如暮春风一样 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请不至所期 以往更是 我默默地就唱 好有味道 真的 我真的觉得 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当时《红楼梦》要重新拍的时候 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 一个待遇和一个保育 对不对 这个你们知道吧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 上海赛区 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那几个保育里面 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保育吧 不是 我是跟任何一个保育都没说过 可是你是我钟情的待遇 我对你印象特别深 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 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 我想 我说 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 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 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创星老师 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办保育 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是的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 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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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是一朵青云刚测水 知道她风的草莽声轻吻 千年了归家青鸡飞手离 天上掉下个林妹 是一朵青鸡飞手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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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很喜欢少群老师的气质 很高贵 很典雅 在她身上 你就觉得她就是贾宝玉啊 她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 学习乐剧 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 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学习汉剧的时候 我是汉剧艺术大师 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 我学习乐剧的时候 是乐剧表演艺术家 尹小芳老师的学生 我拍梅兰芳的时候 是梅宝九先生 和李玉福老师亲寿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不敢说我继承了 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 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 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 还是有收获的 少群老师您乐剧可以唱 这个昆曲可以唱 这个京剧可以唱 汉剧可以唱 对吧 但其实京剧和汉剧 于老板是有点像 我们京剧其实是 灰剧 灰剧和汉调和流以后 慢慢形成了京剧 汉剧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 就让我们听听 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宇宙风有一段反而黄 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 试到此 他因为羌多字少 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 不不不 就得好半天 不不不你们 坐 nggak 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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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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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听少星老师 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试一下 我听一下啊 不到 春夏 秋天 秋天 不到远离 在这春色日 时 好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 戏剧当中一男平的爱情 但其实在戏外啊 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 就比如说像少群老师和余老板 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 嗯 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 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对 对吧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 我们的佩玉老师 她是给张子怡配音的 好人家 好人家 在人家 我在学查着海灿花 你又又又又又做同家 总有着我在这都海灿花 太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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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可惜的是 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嗯 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我们就简单地对几句厌白吧 简单地对一下吧 来来来 请照 君爷要我照 要你照 日子我就不照了 怎么不照了 你这样受放平心 好好好 放平心 日子我就照照照 特别棒 今天特别感谢赵勤老师和旭坦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 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 为相思赋予谁赋能 邀请 恭喜于少群 李旭丹 你们的作品 《相思赋予谁》 获得90个能量值 成功点亮 戏宇宙戏台 星火相传 红楼行 款款相思赋予谁 家妻要逢戏中人 黎人芳华 满乾坤 旭坦老师请台下就座 少群老师 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 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 一位是能闻能舞的小派花旦 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 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 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 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我从八岁开始学习 我喜欢舞弹 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就觉得 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 不太多 老师就让我学轻衣 到了大学 由于当时出了一些意外 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 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 那个时期就开始练敲 到了我们金剧团 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索解是一个万金游 就是所有的 你能说出来 那圣诞敬仇 文武昆乱破党 超级复合性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 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 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 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 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 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 饰演真飞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 观察光绪的一生 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 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 他虽然贵为皇帝 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 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 只有真飞这么一个知己 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 新的思想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世 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 唯独真飞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 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 这一出战友 这一出戏当中呢 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原舞曲 这是全剧最高田最唯美的一个片段 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 季晓思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 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 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真飞唯美的爱恋 初冬的天 这碳火怎么就这么灵星一点 香也不虚 脸也不卷 这物房之内 清乱长这般 你是 我的帐子你还挂着 我的八音盒你还摆着 还你是你是的 珍儿 我是在梦里还是在宫里 我是人还是鬼 你是睡睡胡特了 不对不对 珍儿 让我好好看看你 真的 原来你的手比我的还暖 我还没想起 我还没想起 你 你 我也没想起 我可以 我対你 一点 汉行舞 白夜美食 我住美两岸 回山出雲 春光烈天 你某渐渐水 无边 同他九川无云 连他苦海无舟船 宿远两人共一世 共独四季共三参 旧生生世世年年 八苦国朝朝天天 旧生生世世年年 八苦国朝朝天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这是我散了散碎的提级前 给皇上卖的怀表 那年 走的仓促 未及相赠 愿他带针而黑 村长见真见测 相伴在深情 十年了 我如何白日念你 夜梦唤你 你都不来 你可知我想你 丢魂 诗魄 诗魄 真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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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终意 生者当怀 非海下 当玲君之骨 徘徊三流流 珍儿 峥儿 你不能走 不能走 感谢两位创业人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掌声 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 来到赏西区 有请 嗨 几学员 大家好 欢迎二位 请落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 花旦演员所 明芳 欢迎索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 老生演员马伯通 欢迎马老师 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 大开眼界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 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 然后因为他的版演是没有这么大 是的 因为在我们传统系没有这种版式的 对 那么他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 有更多的突破 包括创新 包括我们演员 要自洽 要舒服 这段戏的表演当中 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 是一直在那碰撞 很洋气 你说像马伯通 从小学老生 要有这么一个角色 还是精白 对不起 我们平时 这个胡广阴中周运 在这使不上劲了 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胡广阴中周运 可能就 味道也不对了 也不对 对 我自己也唱老生的 我太知道了 要在台上捧擦擦 他还得带着那个金腔金味 带着那个王者风范 还得搂的一个姑娘 老生不会的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 是不是 没有的 首先我是抗拒的 但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我们说索明方老师 可以说是艺人千面 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 领域里面是宝贝 这个戏录是你独一范 特别了不起 给你二人点赞 谢谢余老板 挑战性比较大的 就是我这个骑鞋 花盆底 因为跳舞 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对 花盆底重心必须在中间 中间那块 那一点点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出戏的成功在于 马老师这个 底座是真的稳当 这样一个作品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震撼了 好像跟大家 跟现代的观众 离得很近 很有亲切感 我是人还是鬼 我在宫里还是梦里 就这个 所有人一下子 把这种形式就拉进了 而且我看刚刚 二位在表演的时候 里面有两个物件 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 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 给皇上买的怀表 好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 去了光绪陵 我也震撼了一下 就是真的这个怀表 就挂在那个 棺果的边上 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 真飞这个角色本身是 在我们这出戏当中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 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 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 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 也有想到 就像水晶一样透明 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 无声的泪 藏在他的眼神当中 说到这个八音盒 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 他呢有一个八音盒 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 他给它拆了 整个拆了以后呢 他就研究这个配件 研究之后呢画了个图 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 你找人给它装上 装上以后 胆海里面是昆曲 唱的是牡丹亭 也就是说 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把刮了内存 重新排列了一次 对 很厉害 超级厉害 这得是绝对音感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都是我们这个戏当中 有一句词 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 就后来他这个真飞的杖子 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就光绪对真飞的思念 是的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 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 我们都在哪儿演 最近正在巡演 这么大 是的 是的 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 都是在小剧场 对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 一两百人最多了 对不对 三五百人的剧场 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 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 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 不属于京剧 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 所谓小剧场戏剧 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 观演的人数少一点 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 稍微比较先锋一些 它还在孕育的阶段 还在成长期 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 或者黑匣子的方式 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 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 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 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 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 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特别棒 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考考二维好不好 我有点紧张 近期呢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 叫开盲盒 好 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 唱段也好 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行 来 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 开出来什么 咱演什么 好吧 好吧 好 它是 是花 海棠花 对吧 要抓手吗 王老师 有了 我带一段 你带一段 但是我 你往哪带啊 你只能插进来 这样吧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 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 叫做游龙细缝 来 好 薛耶 所事里太差 不该挑戏我们好人家 好人家 待人家 不该携茶海塘花 流流流泪 多君丫 风流酒采 这都海塘花 海塘花 来海塘花 到北京也却潇洒 江湖水手撇地 也向我塞下他 才让他送进古代 这都海塘花 一蓬茧坐时差 不该见他海塘花 为君的江湖满时期 来来来我与你唱 爱他 插上这耳朵 太糖化 好好听 我们现场一百万能量官 好 好 感谢两位老师 第一个盲盒 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赞一叠了 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 这个不一般了 这个就是 敲 对 这就得展示敲弓了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胶用的 这一处戏当中的鞋 这是一双小鞋子 红红的小鞋子 那么最早敲弓是由魏长城带到北京来的 它是从鞍子当中 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 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 大家觉得它既是一门技法 同时又可以改变男弹大脚掌的这个劣势 在过去所有的舞弹还有花弹 是必须要往敲演出的 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弓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确实练起来 非常不容易 很痛苦 我的师傅王小菊老师 他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 上来三年学敲 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只学敲 只学敲 大家这样看得比较明显 对 很明显 我大概给大家展示一下敲步 跑圆场吗 你们可以看到她的脚步吗 她是基本上是属于 我可以看到她的脚步吗 我可以看到她的脚步 一厘米一厘米那样的在挪动 我云儿 谢谢 这出戚就是踩着敲 一直踩着敲 一直踩着敲 两个老师 好疼 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就得求助了 于老板 一顶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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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必这顶银子出现在五家坡里吧 好 这么快就能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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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国 整街万宝川 伯伴挑起也枉然 要点去吃了饮一听 将饮放载了地平川 这地银子三两三 真与大草作样也 卖为我做衣衫 大手是指掌狂 我和你少年的父亲 就过几年 走 这地银子 我不要与你掉 我以后还下的钱 买个不错过分 买去鲜花过分 买到马西瓜边 我以后需要 四地银子 买了天下船 是烈里不该吃香荒 我以后来在大道旁 为君起家 衣衫 不良 衣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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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姨妈 霜蝎头 西梁啊 鱼 啊 马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 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 谢谢二位 谢谢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有请 前条半条只有东哥哥交 自补国宝东哥哥交助理我们见证 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 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原舞曲 获得95个能量值 成功点亮西宇宙器台 中西合璧唱西皮 齐奏创新原舞曲 小剧场有大舞台 开拓戏曲 新未来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 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 并编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 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 现场的一位赏西人 就是他的徒弟 在三位赏西人里边 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 所以一哥他说的莫菲就是 是 是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 二丫头这个角色 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 没有尹俊老师帮助 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 而且在这一路走来 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 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 还有戏歌也好 只要和戏曲有关的 殷俊老师永远都在我的身边 从来什么都不问 接到电话立马就来 是 寒冰一略地 四年错过山 去往一起 余老师 你好 哎呀 尹老板 尹老板 见面了 见面了 怎么样 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了 特别好 非常亲戚 我是群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 尹俊 电视剧当中 影视剧当中 电影当中 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曲指导工作 我也是山东人 我是微海人 首先回到家乡 无比的亲戚 再加上余毅老师 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 我们都非常的熟了 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 就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 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 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 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 所以这次呢 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 《爱情之美》 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 《断肠之水》 其实就是酒 酒穿肠之后 它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 难以忘怀的情感 其实我特别想 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 和《断肠水》 和《断肠水》当中二丫头 和这个《纳肃之》的 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爱情》 那么像 我跟她合作过《断肠棍》 她跟《断肠水》之间的爱情 多么悲壮 家夫随夫 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 我往后再也不拉你了 你要是死在战场上 我被你守卦 咱们就直接激入人心 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 然后呢 用不同的演绎方式 去给大家演绎 我就想 一一孤看来 今日使你我分别之日了 夸牺牲了 就是把这些 词可以融入进去 对 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扮一个鱼姬 对 您扮鱼姬 其实就是咱们重现十一年前 您让我扮上之后 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特别严格地要求我 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没有 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 我是主要负责 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 那么余毅老师呢 演唱 而且他的演唱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面白啊 当时的一种情景在现在的台词啊 我觉得也挺难演的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一个节目呢 很特殊啊 你既要表现鱼姬的端庄啊 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 还要呢 跟余毅老师有一种对话 就是我在演她的二丫头 她看到我 或者她对于我的感受 是怎么样的感受 是追随我 还是我追寻她 都是有一种心灵的彷撞 至面错过神 一阴前长雨绕梁 是我方寸独思量 情雾飞扬一时光 恍然不觉梦一场 诺言叮咚口心芳 恋人江湖却两网 桃花儿十里浮春光 思念翻涌各自流浪 杯中只是缘长 穿行只人怎能忘 多情总被绝情伤 应把花作泪两行 都市悲欢悠悠荡荡 绕过旧曲柔肠 将心事慢慢将用情 带身终究落到遍体临伤 街后追声慌慌张张 不知何处躲藏 好心酸的模样 截然一闪战眼 一瞬间为爱痴狂 苏枝啊 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 我就学 你快过五十大寿了 我就偷摸着脸 可这次啊 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 苏枝 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好吗 我现在就唱给你唱了 借我一起借 借借河流山 借我走 音碑如 似雪断肠 穿心 支人怎能忘 多情 纵被决情商 因把花做了一两行 一股看来 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了 这便是华人的武将 素质 究竟 这便是华人的武将 绕过就去柔城 将心事慢慢将用情开山终究 落着遍起鳞伤 街后余生慌慌张张 不知何处断层 好心酸的模样 戒然一身转眼 一瞬间为爱痴狂 地影前长雨绕梁 使我方寸独思量 情雾飞扬已时光 恍然不觉梦已长 诺言叮咚口仙方 恋人江湖却两网 桃花十里抚春光 写念翻涌歌词流浪 唱了半辈子雨季 林了做了回霸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已经换完装的一哥 和我们的巡派的男弹 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二位 断肠水这歌我听过 但是很多的 让我说头皮发麻 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 就是我是全麻 全麻 一哥上场泪水 在眼睛里就不停地打转 然后流下来 从技巧上说很难 从内心 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 它一定是由心而发的 特别不容易 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我跟云易老师这么熟 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 依然能够被感动到 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 这就高级了 说真的 我们不吹牛 在影视界 在音乐剧界 于易老师一定是京剧唱得最好的 我们不说之一了 肯定是最好的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 来到西宇宙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 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 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 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 于老板说 于易贤弟你去做个什么 哎 我又去 小龙说 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批刹 OK 我去体验 可以 你个 哇 掌声 哇 哇 哦 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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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 但是呢 正好二丫头有句话 叫我是二丫头 但我不是二傻子 但是为了我爱的人 我可以装疯卖傻 其实想说的就是 来到这个舞台 想做回会 想从赏戏人 变一个角色 变成参演 我觉得用我的方式 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 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介绍戏曲之美 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 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 她这一生当中 只宠着一个女人 用她所有的方式 素芝说我大小就喜欢听戏 咱这戏班不行啊 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 那OK 没关系媳妇 我演 感谢一哥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 虚长几岁吧 但是呢我一直特别关注你 她一直在为京剧艺术 在为钱蛋 男生唱蛋卷 这一个行业的开支散业 传承和发展 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 是很多人的老师 很多明星的老师 很多演员的老师 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 执着 努力 让我们看到了 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都有她的足迹 有她的思考 努力和探索 尹俊老师 我一直叫她叫小先生 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 她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 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 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 我觉得演蛋卷 蛋卷是不是 我印象当中就是 哎呀 娘一点 然后或者怎么样 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 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 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 去接触京剧 当唱的时候 我就坐在他旁边 他说对不起 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 你要站在那边 我以为他开玩笑 然后呢 OK 那我站着我就站着 站着老师开始 然后汉兵 我想我有小伞吗 他唱完汉兵的时候 我马上就汉兵 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 那你唱什么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云翊老师 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 我们京剧没有谱子 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 我是戏曲指导 我用我这个方式 你接受 不是玩闹 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 只能耳濡目然 只能这样口对口的 一句一句 一个小手音教给你 口传心受 对 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 就是现在见着扇子 总会有哆嗦感 是那时候 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 那我走路 可能还练点搏击 我都是这种感觉的 然后呢 啪一下 我说这怎么还打人呢 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 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 你认真一些 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 你一定可以的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 在学习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站着的 一进门是吧 站那儿 把昨天的唱腔 来给我唱一遍 然后再拍着板 然后再唱 唱不好再说一遍 打骂为主 其实是一种鼓励 对不对 旁边打着 哎 不错 再哎 鱼 哇 有味儿 这样唱 然后这样 忽然这样 故意挑中午12点去排练 那个棚子是铁皮的 那12点的特别热呀 你一热你就有肌肉记忆了 对吧 那汗哗哗的出 那你在拍戏的时候 你勒上头一半上 或者是一唱 你才能去展示 十分之一 但是尹俊老师 每当说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不管他现在 是不是胖20斤 是不是那个认识我 说才20几岁的少年 他眼睛里永远有光 那个光泽 是永远都抹不去的 他一说起 老先生给他讲戏 一说起来 这一折一折戏 一说起念白 一说起唱腔 哪怕他再累的时候 只要开了他这个头 对了 他永远不知疲倦地 在跟你讲述 在陪你练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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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我感受到这种赏 它也影响到我 我觉得我应该 不管是做影视 做音乐剧 我应该更加地沉下心来 去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能做到 你肯定可以做到 所以特别感谢 林俊老师和义哥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断肠水的作品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现场 交给我们一百位能量官 自补国宝 东欧欧骄 助力我们见证 细宇宙舞台 绽放时刻 一百位能量官 为断肠水赋能 恭喜断肠水 获得93个能量值 成功点亮 细宇宙器台 人生自有未了情 细宇宙里来源梦 戏曲影视杰良缘 师徒同台 铺心篇 那本期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 来到的一百位能量官 也感谢赏西人 我是小龙 下周同一时间 细宇宙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感谢东家社交平台微博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请赞新浪娱乐 微博通议新浪通议 欢迎大家登陆 腾讯视频 爱奇艺优酷 B站 抖音 快手 奇特网 小金新闻 海龙视频 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好心酸的模样 截然一身转眼 一瞬间为爱 好心酸的模样